這個潮州的黑芝麻 Tortilla 這麼古怪的配搭 拿一大堆黑芝麻進去炒蛋 但確實很好吃 大家好 又可以和大家煮飯了 今次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個菜式 我第一次吃的時候 聽說潮州人的農村 以前普遍是窮 婦女生完兒子之後 這是其中一個補身的菜式 就是黑芝麻薑粒煎蛋 你吃過黑芝麻蛋糕 黑芝麻蛋糕都有人做 但黑芝麻煎蛋或炒蛋 我真的聽都沒聽過 然後上網找 連上網的資料都沒有 沒有人這樣做 這種古老的菜式 我做了很多次 我亦怕老人之外 忘記了這道菜式 所以現在我打算 和大家分享一下 保留它 看起來很古怪 但吃起來很好吃的菜式 材料非常簡單 雞蛋一定要 黑芝麻 黑芝麻 我們自己用來煮菜是非常少的 另一個主角就是薑 基本上 他們以前在鄉下 只是這三樣材料 蛋 薑 黑芝麻 這三種材料 加在一起炒蛋 我想不到是甚麼味 直到我吃了之後 我會覺得 挺好吃的 我慢慢去 逐一點 加進去 希望加多一點 令到它 味道 還有你吃下去的質地 都會有多一點層次 加了我們廣東人 最喜歡用來應付雞蛋的 兩大神器 蝦 和九王 原來加進去 整個菜式完全不同 整個立體 如果只是芝麻 薑 蛋 那些風味真的很香 很香 我們就開始 如何製作這個 芝麻炒蛋 開工之前 當然要和大家喝一杯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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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了 好了 可以開工 首先 我們就把我們所需的配料 預備好了 如果你喜歡吃薑的人 可以照我這個 recipe 一隻雞蛋 二十克的薑 切到它稍微粗少少的 那些薑條 我這裡有四粒雞蛋 我只需要八十克的薑 即是兩塊 差不多的尺寸 我們切的時候 都要注意 千萬不要切得太碎 要稍微粗一點點才行 那你吃下去的時候 你才會享受到薑 在你的口中 有少少爽爽的感覺 那些感覺 不用說到要選擇什麼薑 又不需要用到老薑 不用那麼辣 是普通的泥薑就可以了 薑絲切完了之後 就開始處理蝦了 處理蝦之前 又先喝杯 今天有點熱 蝦我試過不同的切法 整隻也試過 切粒也試過 我反而覺得 你切到它碎些 蝦就不會太搶鏡 這樣就在後面 給了一點點的 蝦鮮甜的味道 在蛋上 所以不要切那麼大粒 我自己就是 開邊 然後隨便切得了 即是你只是蝦肉這樣算 我這裡用了100克 近年 我自己覺得 最震撼到我的 就是這個菜式 你喜歡薑 亦都喜歡雞蛋的朋友 真的要試一下 加上黑芝麻 真是神來之筆 好了 蝦切了一粒 我們先放一點鹽 調味道 狗黃就不斷切開 有些朋友會問我 你用了什麼雞蛋 我用了很簡單的湖北蛋 你打出來的時間 那些蛋色和蛋香 我都覺得 都不舒適日本蛋 我們在這裡所準備的材料 就已經完全完成了 我們就可以轉到爐頭那邊 買了芝麻回來 這一種是生芝麻 我們要炒一炒它 炒這個芝麻 其實不需要很大火 這裡有50克的芝麻 我們開一個小火 如果你在網上找 有一些已經炒好的芝麻 如果你覺得這樣會比較省時間 你可以上網買一些炒好的芝麻 但普通的雜貨店 或者超市 就很少會見到炒熟的芝麻 通常都是生的 芝麻黑色 老友 你炒到什麼時候才行呢 芝麻有很多很重的油份 你炒到差不多會無煙 如果這個火 大概是中火 頂籠頂三分鐘左右 就差不多了 現在炒了大約一分鐘左右 現在還沒有什麼反應 有些朋友說 如果你網上買它炒熟了 那就不香 也不是的 其實很多時候 你網上買炒熟的芝麻 因為它有品牌 通常都會用一些比較優質的芝麻 大粒一點 飽滿一點的芝麻 又小粒 又扁鐵鐵那些 就不漂亮的 那你就不用擔心 買回來它炒了那麼久 那就不香 那你就等到它的鍋裡 不斷焊一焊 焊它一分鐘左右 它的香氣就會走出來 炒了兩分鐘 我微微見到它有些煙錶出來 你聞一下就更加再確認到它炒熟了 因為你聞到一些芝麻 炒芝麻的香氣 你咬下去的時間 它開始脆 就是表面那裡 就是好像炒香很脆 咬下去一聲 有些芝麻被泡出來 那就搞定 下一步我們要炒就是 炒了九黃 炒九黃就不要炒到它那麼熟 不斷過火 即是斷青即是煞青就可以了 現在你這樣計算 開大火30秒就可以了 你現在聞到九黃 有些清香的香氣出來 在它未軟身之前 搞定 等到蛋裡 為何要先炒九黃 因為炒完九黃 這些二結鍋還是非常乾淨 接著下來 我們就炒完蝦肉 再加一點油 炒了40秒 搞定 撒下去 再放在蛋裡 這裡已經有九黃 有些切碎的蝦粒 嘩 多麼漂亮 我們不斷攪勻一下 調味就隨你了 如果在潮州 他們會加一點魚露 你知道潮州人很喜歡 用魚露來調味 如果你沒有的 就加一點鹽就可以了 厚厚的薑條 粗粗的 放進去 又是開一個不大不小的火 就可以了 你不要炒到它完全是金黃色 炒到它熟了 就開始 好像有一點點想 薑條的側邊 一點點那麼多 一點點那麼多的金黃色已經夠了 因為 這樣才可以保留到薑裡面的水分 還有你吃下去的時間 你會是爽身的 聞到很香的薑味 一些 它一些想縮水的情況 都沒有的時候 你便開始做準備了 將炒好的芝麻 倒進雞蛋裡 開大火 輕輕地攪拌一下 我們好像炒蛋一樣 炒它十幾秒 這樣就不要動了 這個用意是什麼 讓它的蛋是比較熟得均勻一點 不要在中心點裡 就硬是水汪汪生勾勾 現在就可以開慢一點點的火 將蛋是現在可以有一點點定型 你可以著略地放一點點油 在邊邊 你放一點點油 其實可以幫助到 一陣間 如果你反彈的蛋的時間 你會容易一些 當然如果你是徒手 這樣反彈的 都要有這麼多功力 有些視頻 你會看到 它會教你 用一個碟 蓋著 反轉它 然後再滑下去 這樣也可以 剛才說了 你可以用一個大一個 這個盤的碟 反轉它 再滑下去 這樣反彈 但我懶得了 不要太吵架 可以這樣反彈 如果你用一個碟 都可以 沒有什麼分別 只不過我懶得 洗少一隻碟 就是這樣 多漂亮 其實呢 這個菜式 差不多已經完成了 我希望大家 如果你真的 有機會 都試一下這種 古怪的配搭 就算你不要說什麼 保益 不要說生小朋友 就算你平時吃 我都覺得這個是 餅呱呱的家庭小菜 這個潮州的 黑芝麻 Tortilla 真是沒有得頂 我和大家試一下味道 加一點辣椒粉 第一次吃的時間 已經顛覆了我 對於這幾種材料 混合在一起 做出這個菜式 第一次吃過真的好吃 現在還要加強了 加了一些鮮甜的蝦肉 你咬下去 那些薑 是爽脆的 再有芝麻的香味 再加上狗黃的清香 其實這個真的值得去 花一點點的時間 去試一試 這麼新奇的組合 這麼古早的味道 是值得流傳下去的 再喝一杯 哇 沒問題